Hello 今天3月16日星期三 剛剛見到明報的一則新聞報道想和大家分享 未可打針 遭拒堂食 康復者自費沉豁免 食慧局稱 發康復證明 無限文 飲食業政府無止印 很明顯我最擔心的情況出現了 就是你康復了 未能打針的時候 但又入不了一些食肆 這裏又說到最後那個街坊是怎樣處理的 他就立即去申請醫學豁免證明書 過程就遇到困難 先去到醫見通列表診所 診所就說不能發證明 於是去了病歷互聯計劃裏面的診所 給300元獲豁免90天的打針 然後給了300元之後 終於可以換取到可以出去吃東西的自由 但政府之前在記者會上答應過有一個康復證明 就沒有了下文了 當然食肆很難作為 因為政府沒有明文規定說接受一些紙本 或者一些確診者的訊息就可以讓他入內 所以亦都不敢去放他們進食肆裏面 這裏其實是一個兩難的局面 所以很希望政府盡快可以對確診者發出一個康復證明 剛剛今天11點的特首疫情記者會 剛好有記者提問到這條問題 一些未打針但又康復的市民 即是說拿不到證明做疫苗通行證 這些方面會怎樣處理 而陳肇始的回答是怎樣呢 我們又可以聽一聽 當然在行政上或者操作上 可能有些情況是未能夠趕及等等 我們都會寬鬆處理 又或者在電腦上如果未能夠完全處理 是有些紙本的證明都是接受的 那陳肇始眼中接受紙本的紙本其實是什麼呢 到現在都還未有定案 所以希望陳肇始可以盡快有一個平台 又或者盡快為確診者而康復的人 發出一些證明豁免之後的打針 或者可以延遲打針 另外政府也有說到現在香港人出行的頻率高了 原因是什麼呢 在記者會中也有出示到他們有看八達通的行蹤 我們可以看看圖 所以政府可以透過八達通得適你的行蹤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這就是今天11時記者會的重點 如果有其他重點我再拍片告訴大家 好 我們今集來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